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 學習Stud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對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專題是這支修車工具 就是特殊的扳手 這支扳手呢 目前在市面上 用的很普遍 是三葉YAMAHA專用的修車工具 這支扳手的聲音 沒有很複雜 它的尺寸是怎樣的情形 我們看一下 整支長度是兩百億 外近是六十五 內近是五十七米 然後中間它用有六個T型的一個 的突圓 這邊是用直徑的 跨距是49mm 底徑7mm,外徑是11mm 然後板鎖的這個寬度是20mm 然後這邊是一個六角形的形狀 它窄邊的跨距是24.5mm 外眼直徑是40mm 那這個板鎖的高度這樣子相差10mm 板鎖的厚度是5mm 了解這個尺寸以後 這個畫應該也不會是很困難 一樣,我們將這個圖檔先隱藏起來 我們重新畫一次給各位參考 一樣齁,我們用前幾指面畫起 先畫一點幾額 建構線 先畫一點幾額 這邊畫了 這邊畫了 不小心 這邊畫幾額 這邊畫幾額 這邊畫一邊 不小心 我们视定了,这边角图是45度 就是135 这个距离10mm 看一下,这边120,拿到125 总长度 写2500 我们插入,因为这个是板金键 所以我们用板金 插入板金键 然后我们这个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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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mm 70mm 80mm 应该也OK 好 现在画两个圆 这边画一遍 外面这个直径是40 60mm 然后这个 这个是65 然后中间 中间 中间这个 是20 中间 中间 跟这条中线 随便混 然后 要选择 要选择 看一下 这边到 下诗田的距离 距离是90mm 好 OK 要求是90mm 所以 要求是90mm 所以 我要求是90mm 看一下 我是最大最大直径 不是中心的 我 要改一下 最大 对 就是 确定 這邊是最外圍 最外圍120 先把它修整整掉 接下來這邊 寫一個六角形 這寬24.5 右邊寫 這邊寫24.5 這個地方 隨便放置 接下來 我們這邊 要選一個 最外圍 這邊是 是不是 再選一個 邊 這邊 這邊 7mm 這邊 11mm 再回來 調整 集合 成功線 這邊 這邊 是49mm 選擇 選擇 近色圖圓 選擇 環狀 弄好 這個地方 確定 這樣不要的,削剪掉 大部分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 這邊M角20,這邊10 這邊,切零 再一個圓角 20 這裡 還有這裡 切零 接下來 我們將外面 畫一個框框 接下來我們在用除量 特徵 手選輪扣 選擇外面 包括裡面 對 給電深度 給它完全貫穿 這個整個 反鎖的形狀 就出來了 接下來 給它 這邊還有一個特徵 這是Logo 我們在這個上面 編輯草度 我們選擇 我們選擇 橘圓形 選擇正式圖 在這個地方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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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11.5 19 智慧性尺寸 11.5 它有一個便宜圖 它有一個便宜圖圖 0.5 緩轉便宜 確定 好 我們特徵 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 0.1 確定 好 接下來 一樣 我們在這個裡面 選擇這個面 我們用字體 我們打什麼 隨便打 好 OK 好 小心 這裡 先過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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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點數 蓋上 16 16不夠 再做一次 18,24,確定 好,大概這樣可以 我們用比較粗的字 看看怎麼樣 一樣,特徵 生長的數量 0.1,確定 這個 Logo就已經打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用眼角 40.5 邊角 它 通通有 我們現在這個偏偏 還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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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這個地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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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選擇這個面的也可以 選擇面好像會比較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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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上枝木头 再补一层 加倍速冲 再加倍速冲 加倍速冲 再次迟倒 加入黄色 加快速冲 再選擇一次 先講 標0.5 我們就選擇這個邊 還要選擇下個邊 OK 整個反手的樣子全部都做出來了 反手屬於板金鍵的工具 比較 在修車裡面 用的非常的普遍 偶爾拿出來練習一下 也可以 這個是 標準的尺寸 你如果用這個去做 也是可以用的 因為我們這個是按照 現有的尺寸 去把它用逆向工程 再把它仿製出來 最後一樣 我們再檢查一下尺寸 顯示尺寸對稱 這邊 檢視 再做一次 各位看一下 這邊120 這邊90 外面65 裡面這個49 741 內天這個是57 1149 這個寬度是20 這邊是24.5 這應該沒什麼問題 厚度是5mm OK 檢視 把它隱藏起來 好 這是用 鍍鉻啦 鍍鉻的材質 看起來 蠻亮麗的 好 我們今天 的圖形示範 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觀賞 二 身上 OK OK 今天的 繪圖視頻已經結束 希望看完這集 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在Sallyworks 3D绘图技巧上,若有任何问题,欢迎来信 我懂的是,会尽量回答你,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也请你告知指教 正所谓,教学香肠,看得越多,学得越多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点一下赞,帮我加油打气 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有新的视频,就会通知你哦!